接下來我們來展示怎麼連入XDMCP Server 我們首先可以要登出EasyDesk的桌面 登出之後你就可以進入到一個登出的畫面 在這個上面你可以選下面的Action 選擇RunXDMCP 接下來它就會在網路中搜尋出有支援XDMCP的Server 大部分都是Linux Server 在這裡它有找到一台Server 你可以選它然後按Connect 你就可以連到一台XDMCP的Server 目前這台Server我們用的是Red Hat的Fedora 來當作連接的Server 那你這個時候你就可以Login 接著你就可以連進來了 這個就是一個連接XDMCP的一個方式 使用Kaser的EasyDesk